它就会没有东西了 那没有东西就跳出什么 跳出回圈 那跳出回圈之后就跑到外回圈 对不对 那外回圈之后的话呢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呢 它会有一个多一个什么 这个如果里面的回圈 假如说呢 我的这个方向跑完之后 其实我们直接来run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这个这样会比较具体一点 比如说呢 我这个地方按F8 那预设里面0 那我会先把游标先放在 这一个OK 所以这里应该是 这个年 这应该少一行 应该是怎么样 这应该是加一行 让它怎么样呢 先把游标放在哪里呢 放在A1 否则的话 如果你游标不是放在A1的话 就会跑有问题 看一下它的程式吗 185页这里 少一行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帮它加一下 这个地方 range 把它游标先放在A1上面 否则的话呢 会出问题 所以有时候 它这个书里面的缺点就是 必须要帮它debug 不然的话呢 容易出问题 把游标先放在 把它移回来 把它移回来 F8 往下 OK 我再加1 offset过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地方呢 游标会往这个方向移动 那当这个最后呢 跑到尽头 有没有 跑到尽头 它会判断 OK 然后呢 就会跳出回圈 当这个地方 比如说阳叉叉 目前现在 empathy 跳出来 所以跳出来之后的话呢 特别注意 因为我这边有累加 现在9 所以呢 这个I主要做什么用途 你跑多少 你就要back回去多少 所以跳回去到最前面 那我要怎么样 让它跳到最前面呢 特别注意哦 从这边 我要怎么样呢 可以跳到哪里呢 跳到这边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后来回圈很麻烦 它就必须怎么样呢 必须要往下一列 所以特别注意看到 这边不是有一列 对不对 1 就是往下一列 然后呢 往这个方向是正的 往这个方向是负的 所以负的多少呢 就是刚刚累加的值 所以就要back回去呢 back回去 现在的值是多少 看一下I 因为I是9 所以呢 我就这个地方 back回去之后的话呢 跳回去 各位有看到 刚好就跳到这里 所以呢 你就可以再跑 跑到这边 对不对 然后又空白 又跳回去 所以它的行进度 行进的方向是这样子 如果你用换回圈的话呢 那比较麻烦的 应该就是会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I I的话是 你跑了多少 就要折回去多少 所以这边的话 会有个负的I 然后最后的话呢 记得要把什么 I再归零 为什么 如果你没有归零的话 那他已经跑了球 就不会正确 那最后的话 就有一个win OK 好 试试看好了 那这个题目里面 特别注意就是 这边 必须要给他一个什么 先游标先放A1 否则程式会发生错 这个应该也是 这一题的bug OK 画面先放给各位 来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